太厉害了啊小八 还有一个吗 喜欢跳呢 再跳一个 大家好我是别远 还差几天啊 我做这个YouTube啊 就要满三个月了啊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心漏历程 我小时候看电视啊 最讨厌电视上的人要在那 谈什么心漏历程了 没想到今天轮到我自己了啊 其实啊说实在的 我也不是说特别讨厌啊 这个事儿 主要是啊那些人 在电视上聊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卖惨啊 所以我今天啊 向大家保证啊 我绝对不会卖惨 这事儿呢要从去年说起啊 就是我刚从深圳回来的时候啊 是吧怎么说呢 就是人啊突然闲下来啊 就是有点不适应啊 闲不住啊 是吧于是我 把天天到时候啊串青气啊 就把很多一二十年 就是没有跑过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啊 还在我岳父家啊住了两个多月啊 那个时候啊 小宝还小还不会走漏 然后呢我就骑着我岳父的电动车啊 就是我们家三口啊 每天啊就穿梭在那个村漏上啊 就是啊去不是去镇上拿快递啊 就是去镇上那个买锅盔吃啊 买是吧买烧烤吃 每天来回啊三十公里啊 是吧两个月的时间啊 把我那个岳父的那个电动车给干费了啊 然后又回来老家修房子 就开着我的新车啊 就是城市啊能送两头跑啊 为了送两块瓷砖啊 我记得我就专门从城里边跑回来一趟啊 不是村里边买不到瓷砖啊 我就是要怎么说呢浪费时间啊 就大把大把的浪费时间 觉得很痛快啊 但是很快的问题来了 就是我就想我要一直这样下去嘛 是吧我这么年轻就不用脑子了 是吧那以后回深圳怎么办啊 是吧深圳那种地方没脑子啊 真的活不下来啊 所以我就开始想着就干个什么事啊 就是想了半天呢 我想啊这就我应该要干自媒体 是吧为啥呢 可能是幻觉吧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相对于同龄的人啊 我的一些想法还是挺酷的啊 我觉得我得找个地方把他们说出来啊 还有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啊 就是我要偷破自己啊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啊 就是学别人谈恋爱啊 就是一个星期就跟别人分手了啊 因为当时谈恋爱啊就流行 就是拉手啊 我是怎么回事啊 同学们又喜欢下血缝 是吧我脸皮薄啊 就死活不愿意啊 就是那女孩很受伤啊 我也很难受 是吧为了不让那些同学们得逞啊 没办法跟别人说分手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胆子特别小啊 所以说这个事啊也是 也是因为这个啊 我要突破自己啊 好浪费啊是不是 好浪费啊 对啊怎么办呢 我们把水关了吧 把这个水关了呀小宝 这个水怎么关啊小宝 爸爸办不到啊 我也办不到啊 你也办不到啊 妈妈怎么关啊 妈妈也关不了啊 这个水是种地的 你看那个地上也要水啊 对不对 对啊这个水 这些庄稼小宝 你看后面这些 需要水的 对他们需要水啊小宝 不用担心啊 这不浪费的啊 不浪费的 这个季节啊 就是收玉米啊 收芝麻的时候啊 哎呀 稻子啊也快熟了啊 估计啊再过一个月啊 就是金黄色的 那个稻田了 我看啊 网上公开的数据啊 就是2022年啊 大学毕业生啊 有接近啊 1100万人啊 2023年 就是今年呢 也是啊 都快接近1200万人了 就是这就是什么呢 一年啊 一个瑞典国的节奏啊 就是太吓人了 这两年 你看经济形势又不好啊 是吧 就业压力很大啊 是吧 估计未来几年啊 都不太乐观啊 所以我每次看到 就是这么多人啊 是吧 每年啊都涌出1000多万人啊 出来跟我抢饭碗 我很焦虑啊 是吧 但是啊 现在已经过了30岁了啊 就是过了那种 拼身体的阶段了啊 而且我当时是裸辞啊 就没有给自己留后裸 可以吧 哎 好的 谢谢小宝 所以说 你从财送代上跳下来啊 就是要再上去啊 就真的很难啊 所以我得 我得不走寻常路啊 是吧 前段时间跟我弟弟聊天 还说要不以后我们去城里 就是说 当那个水电工算了啊 虽然我是本科毕业啊 但是这些年国内真的啊 就是学历贬值啊 就是每年光那个硕士研究生啊 都几百万人啊 是吧 我要是太把自己当为事了啊 就是最后啊 估计连汤啊都喝不上了 你想吧 现在是吧 有些地方招聘幼儿园啊 是吧 都是要研究生起步了 我估计再过几年啊 满大街饭店了 都是那个什么本科生啊 服务员啊 是吧 得想办法啊 是吧 所以呢 我想 我想到了 还是去当那个 有头皮博主啊 一是呢 就是我看啊 就是外网上很多博主 一天也就发一条 是吧 有时候几天一条 感觉不是很内聚 好 谢谢小宝 是吧 我呢 如果有时候 我呢 你看我现在有时候 发一天两条三条的啊 如果不克制的话 我一天能发五条啊 当然了 我不能把这种 国内卷的毛病啊 带到国外啊 这样不好 二是呢 我说话呢 就是喜欢随心所欲啊 就是怎么说呢 有些不认同的话 我说不了啊 是吧 那我认同的话呢 有时候说出来 又挺不和谐的 所以啊 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啊 我想我还是跑远一点啊 但是没想到的是啊 虽然我来到了国外啊 就是脑海里边 始终还回想这些句话 就是 你跑到两河上啊 跑不了妙 跑快点啊 小宝 加油 哎呀 两个小辫子 跳啊跳的 你是小兔子吗 小宝 你是小兔子吗 不是 你是吧 你看你这儿 带了个小兔子 你是小兔子宝宝 我带一个 我带一个项链了 嗯 走 你快跑 我要追你 慢点啊 慢点慢点 爸爸追不上你了 爸爸追不上你了 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啊 就是这些年啊 国内啊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啊 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条路 也就是自媒体啊 所以啊 我得与时俱进啊 你看啊 网上 什么那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啊 是吧 都想不劳而获啊 在网上 编故事骗你啊 不对 在网上讲故事挣钱啊 是吧 那我为啥不行呢 是吧 我也想不劳而获啊 再说 你看我是吧 有嘴啊 什么有手气啊 什么软硬件都在啊 是吧 试试呗 是吧 露脸就露脸 怕什么呢 是吧 人都是要死的啊 是吧 再说了 网上那么多比我丑的 都敢在镜头面前 解明动眼 我怕什么呢 是吧 就是天塌了 有高个子的人 给你顶着 还有啊 现在不像前些年啊 就是搞自媒体啊 别人笑话啊 现在自媒体 基本上就是全民职业了 很多人除了主业啊 都有副业啊 就是自媒体 是吧 在公司里的时候 是吧 没人关心你的一个螺丝冰啊 下了班呢 就是无数粉丝口中的宝宝 多好玩啊 还能挣钱 甚至我看有些外卖员啊 都开始拍视频当博主了 是吧 教别人怎么努力生活啊 分享人生感悟啊 就是搞那个知识变现啊 所以我想通了 你们卷去吧 是吧 你们去混职场啊 是吧 你们去考公务员 是吧 我不在乎那些什么主业啊 什么体面的工作了啊 有什么好体面的 是吧 一旦离开了那个平台 你啥也不是啊 我真的不想再卷了 小爸 亲爸爸一个嘛 太多口水了 太脏了小爸 太多口水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条河啊 上面有个非常大的水库啊 当然了什么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啊 自由职业不稳定啊 是吧 你选择了这条路啊 你就要接受这种不确定性 呃 做自媒体呢 真的跟这工职场不一样啊 职场是个系统啊 它有一二三啊 就是有清晰的路径 但是做自媒体呢 就是 瞎猫碰死耗子啊 一开始一定会走弯路 甚至你走上正轨了 也会走弯路 是吧 这毕竟是新职业 是吧 要随机应变 说实话 我现在的感受就是啊 就是做自媒体啊 就生存压力 一点也不比混职场小啊 还有啊 我觉得职场 那个心里不是很强大的人啊 就是如果没有一套 自己的生存哲学 我觉得真的很难啊 我现在就是经常给自己灌鸡汤啊 安慰自己 不然啊 看到那些不好的留言 真的会气老半死啊 很多人劝我说自媒体 呃 就是要做自媒体 就是要敢于 接受那种不好的意见啊 接受别人的批评 但是 我觉得这个事儿 真的太反人心了啊 我觉得除非啊 我真的是一头驴啊 否则我不可能不生气 那有人可能要说了 既然这么难 那你别干了呀 朋友 我现在闲着啊 是吧 不干这个能干点啥呢 在村里边 是吧 人总是要干点什么呀 而且我们这里啊 可能没有说 领着那种旧基金啊 住帐篷的流浪汉啊 是吧 干不干啊 由不得你 小爸我们走吧 回家吧 天下黑了 哇 这样拍小宝好高啊 他都快有你一半了 真的 你搞什么玩笑 你才两岁啊 我感觉他有你一半高了 小爸你长太快了 真的有我一半高呀 啊 怎么了 他现在九十了 那我一米八 那就超过你的一半了 你才一米七几嘛 对 怎么了小爸 我怎么了 我卡住了 卡住了 小爸你来台词 爱你们哦 再见 爱你们再见 好拜拜 拜拜 看河对边的做饭的吹烟 是吧 现在还吃饭了 很